我們來總結一下磁長 磁重力跟電流之間的關係 我們知道說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是怎麼講 兩個磁鐵 兩個磁鐵的話我們這個發現 在大自然界或做實驗都發現 這個同級會相似 N極跟N極會互相排斥 S極跟S極會互相排斥 N極跟S極會互相相似 就是異性相似同性相似 後來我們就研究了它的原因 這個N極跟S極是怎麼形成的 是電流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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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發現磁場是電流形成的 那怎麼形成的 就是說 這個N極的磁鐵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線圈 就是說 這電流是這樣繞的 當電流這樣繞的時候 電流這樣轉的時候 這裡是N極 這裡是S極 這個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線圈 然後這個的話 這個也是一樣 當什麼呢 不過這個電流必須這樣繞 電流這樣繞的話 這裡是N極 這裡是S極 這裡電流只是這樣繞 這樣繞的話 這裡是N極 這裡是S極 所以我們就歸結到說 這個排斥力是怎麼形成的 是因為這個兩個線圈 應該是這樣畫 就兩個線圈 或是兩個樓線管 然後電流這樣繞 電流這樣繞的時候 他們會互相有排斥 就是說我現在就歸結到說 一個磁鐵 磁鐵的話 如果是這樣繞的話 這樣看好了 電流這樣繞 電流這樣繞 電流這樣繞過去 這樣繞過去的時候 那這個線圈的話 這裡就是N極 這裡是S極 那另外一個線圈的話 它這個什麼呢 它是這樣子的 它是這樣子的 結果說 它那什麼呢 它的那個電流下呢 就這一邊 這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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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你如果把這個電流把它拉直 這拉直到這個電流呢 是往下 它的電流是往上 我們就得出一個結論 兩個電流如果方向相反的話 它是互相排斥的 那方向相同的話互相歇 這個方向相反 這個你把它做個線圈的話 電流這樣繞 這裡是NG 這裡是SG 然後你這個也把它做成線圈 電流這樣繞 這樣轉下來 這樣轉下來的話 這裡是NG 這裡是S 它就互相排斥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 兩個電流方向相反是互相排斥的 方向相同是互相吸引的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它的互相排斥互相吸引的話 我們又引進了一個什麼呢 建立了一個磁場 就是一個觀念 為了方便起見的話 我們討論互相吸引 電流相反是互相排斥的 那電流相同是互相吸引 那這互相吸引的話 我們是可以怎麼解釋呢 可以是這樣解釋的 就是說這個電流往這邊跑 電流往這邊跑的話 它在這裡呢 就建立了一個什麼東西 建立了一個磁場 這裡要建立一個磁場 這個電流的話 我們之前有講的 如果這裡是R的話 那這電流 長子導線的電流 建立了磁場的話 然後這個電流 就是這個電流 然後這個磁場的話 再對這個電流起作用 對電流起作用的話 滿足什麼呢 滿足這個關係式 就是這個F 是等於多少呢 I L 那L的話 是什麼呢 是那個呢 這裡電流的某個長度 長度L 那方向是電流的方向 這裡電流的方向 不然 我這個叫I1好了 這個叫I2 這是I1 這是I2 I2 那L close到多少呢 看到這個V 那V的磁場是進去的 那這個就是所謂YG 這YG的話 你們高溫的時候才會學 那它的方向是什麼方向呢 它的方向就是 L的方向 那Close呢 V的方向 是四隻揮母子 指向L的方向 然後掃向V的方向 那母子的方向呢 就是這個 這個YG的向量 這個YG的方向 所以它是呢 往這邊的 它給它作用力 是往這邊的 那符合我們剛剛講的 你兩個電流的話呢 如果怎麼呢 方向相同的話 它就互相吸引 它給它作用力 就往這邊拉 然後你也可以怎麼呢 你也可以那個 反過來看 那這個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就是二拍 然後L 如果是90度的話 那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本來應該是 L V Sine Th 那 那Th 是V 跟L的假假 現在是假90度 Sine 90度是E 如果是90度的話 這就E 所以這個到底 這是2拍 然後L 再乘以都三 乘以這個是 B的話 是2拍 R 問之都三 問之這個是 IE 這是IM 這I2的話 先寫 我看 這裡應該是 I2 先寫 好 I2 先寫 它乘以L 它乘以L 那乘以V D是2拍 R 分之μ Nine 這就是無雄長子導線 對這個長度 L 的作用力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什麼呢 算出這個長度 這個電流對這裡的單位長度的作用力 這個電流對這個單位長度的作用力 你就把它處理 L 就是小F 小F 1對2的作用力 就是2πR分之μ0 不過我們現在這個大小可以先不管 你只要知道方向就好了 Tog的作用力是往這邊 如果我們從磁力的觀點來看 磁場對電流的作用力的觀點來看 Tog的作用力是往這邊 而且大小是這個 不過大小先不要管它 那你也可以算什麼呢 算I2 對著I1的作用力 這個I1的作用力的話 它在這裡建立磁場 就是B 這我叫B2好了 B2是等於什麼 也是在這個公式 不過現在就是2π分之μ0 乘以5三的R分之I2 它方向哪個方向呢 電流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是出來的方向 這是出來的方向 那出來的方向的話 那磁場對電流的作用力 就是說F F F 這個2給1的作用力 這個等於 這個是等於 I1 I1 R乘以呢 假設取L長度 Clausel B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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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帶出來的話 這I1 乘以L B2多少 B2是這個 2πR分之μ0 I2 好 那我也可以算什麼呢 算 單位長度 這個電流I2 對這個I1 單位長度的作用力 你就把L 把它除掉 這單位長度的作用力 就是 2對1 作用在1上面 單位長度的作用力 這等多少 把L消掉 這2πR分之內 μ0 R1 I2 方向呢 方向哪個方向 方向的話 方向的話 L是 L是 往上 那B是出來了 所以是L L Clausel B 所以是往這邊吸 就 I2對I1的作用力 是往這邊吸 這符合我們什麼 符合我們的 兩個長指導線 符合兩個線圈 兩個線 兩個長指導線 如果方向平行的話 電流方向平行的話 那麼他們之間 就要互相吸引 這個也跟什麼 也跟說 N級 N級跟N級互相抬次 那這裡算是S級跟S級互相吸引 這個的話 你如果把它繞成一個線圈的話 這電流是這樣討 電流是這樣討 那這個什麼 這裡 這裡的話 這裡就是變N級 這裡是S級 然後這裡的話 如果 把它繞成線圈的話 這裡是N級 這裡是S級 所以N級跟S級是互相吸引的 跟這個磁鐵的話 是完全符合的 這個觀念是完全符合的 好 那 那現在問題說 如果你把它摺成什麼呢 你把長指導線 摺成一個線圈的話 我們說它的那個磁場 為什麼是往這邊 理由是什麼呢 理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說 我如果 我如果 我如果現在 一個長指導線 我把它轉成了一個線圈 那轉成一個線圈的話 我們曉得說 這個長指導線 在這裡面的話 接電磁場是進去的 依照右手定著 電流往這裡的話 長指導線 是往這邊的 好 這邊一小部分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長指導線的一小部分 那電流往這裡的話 電流往這裡的話 那這裡 它在這裡 建議磁場也是進去的 那這裡的話 電流往這邊 這裡是電流往這邊 這個把它看成是長指導線的一小部分 那電流是進去的 通通進去的 就是每個地方 每個地方 一點小小的部分 在這裡建議磁場都是進去的 所以你就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 如果電流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麼它在內部 建議磁場的話呢 就是進去的 你可以把這個 應用到這裡來 應用到這裡來的話 電流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繞的話 電流如果這樣繞的話 那麼呢 那這個線線 在這裡建議磁場是這個方向 是這個方向 好 那我說 剛剛我們講的是說 這個電流跑出來是什麼呢 是 是這個如果是長指導線的話 那電流 它磁場是這樣子的 那這樣子的話 在這裡的話 它是進去的 但是這裡的話 是出來的 因為它是繞圈圈的 所以說 這個長指導線的電流 在這裡建議磁場是進去的 正在外面的話 是跑出來的 是這樣子 好 那現在的話 這是電流跟 電流跟 電流之間的作用力的關係 還有呢 磁場 磁場 跟電流之間作用力的關係 如果磁場是進去的話 那就是用這個公式 磁場是進去的話 電流是這個方向 磁場是這個方向 磁場是這個方向 磁力就是這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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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磁場對帶電子點的作用力的關係 現在的話 就說 我們知道說 你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東西 把它拿給什麼 電流如果是這樣子 電流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磁場如果是進去的話 那我們剛剛講的話 它作用力式方向 作用力式方向 這是L 所以磁力往這邊 好 那我現在這個電流的話 可以把它看成什麼 看成很多正電流在運動的 這個電流的話 可以把它看成電核在運動 電核有在運動的 也就是說 我現在的話 如果什麼 如果有個正的代電粒 正的代電粒 正的代電粒 的話 往這邊移動的話 那這樣的話 相當有什麼 相當有個電流是往那邊 電流往那邊的話 那磁場是進去的 那磁場對電流的作用力方向就是 就是L 那L現在改成什麼 改成V了 改成V了 就是V了 Close的這個什麼呢 這個V 所以作用力式往這邊 也就是說代電粒在磁場裡面 是滿足這個關係式 滿足這個關係式 滿足這個關係式 F是等於Q 5E Close V 這個對應到什麼呢 對應到電流 在磁場裡面 所做的作用力是的話 是這個I L Close V 你就把L換成什麼呢 換成QE 就變成代電子點 在磁場裡面 所受的作用力 所以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看成說 電盒 電盒在這裡面 它所受的作用力的話 就是往這邊 用這個式子 大小的話 因為這個外積 要等到什麼呢 等到那個高二的時候 才會學到 所以你們只要知道方向就可以了 就代電子點 它怎麼跑 那麼它受力的方向 是往哪邊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做所有的題目了 有時候的話 如果它有一些 要有一些亮出來的話 你就帶這個 通常這個 都是互相垂整 這個定義 我們叫外積 這外積是怎麼定義的 V x V 它外積是定義成多少 定義成那個V的大小 乘以V的大小 再乘以Sine的系統 這個Sine的話 就是所謂的三角難處 三角難處 就是說 就是它的定義是這樣子 就是說 現在我有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 那三角形的話 這個如果是Cita的話 那麼呢 這個是叫R 這個叫Y 這叫X SineCita是定義成多少呢 定義成這個對邊 除以斜邊 這個就是所謂的SineCita 這個東西 你如果把它給拆開來的話 它有一些物理液 比如說 如果假設 這是V 這是V 這是一個向量 假設這是V 這是一個向量 那你現在的話 V乘以V乘以3這個角度 V乘以3系統剛好是高 因為這個除以這個是3系統 這個乘以3這個角度剛好是高 所以代表什麼東西 代表V跟V加乘平領四邊斜的面積 所以這個代表一個面積 V跟V加乘的面積就是它的大小 方向的話是怎麼辦 方向的話就是說 就是V across V 所以它的方向是垂直的 V跟V所在平面 所以這個東西在數學上又稱為有向面積 就是說V跟V加乘的面積 它是有方向的 它的方向呢 是V與V所在平面的髮線方向 的那個面積的髮線方向 這個髮線方向 你們到了高二的時候也會學 所以這個我們稱為有向面積 就是這個樣子 那以後你就知道 這個磁場對代電子點是怎麼作用 磁場對代電子點就是滿足的這個關係式 喔 好 謝謝 谢谢大家